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头条素地 我是Nemo 首先先让我们聚焦最新的国际事件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通过允许总统禁用TikTok的法案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日前表决通过法案 将赋予总统拜登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短视频应用TikTok 法案在24票支持16票反对下获得通过 不过法案仍需提交众议院全院和参议院表决通过 然后拜登才能够进行签署 由于参议院由民主党控制 这项由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 能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TikTok发言人表示 美国对TikTok的禁令实际上是禁止向全球的TikTok使用者 输出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另外TikTok表示将推出新功能 让家长可以控制18岁以下子女 使用TikTok的时间和阅览内容 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 希腊发生两列火车对撞事故 现场惨烈 在当地时间3月1日 希腊中部拉里萨市郊外有两列火车相撞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85人受伤 希腊总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 提早结束了在摩尔多瓦的外访行程 回国处理善后 希腊官员表示 已经联络军方提供协助 目前希腊当局正调查该事故 而当地警方表示 一名59岁男子被捕 他是拉里萨市车站的站长 检查部门指控他因疏忽而造成大量死亡 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反指事故可能由技术故障造成 那么涉事的客运列车 事发时载着约350人的乘客 从雅典前往北部城市赛萨洛尼基 卫生部长表示 大部分乘客是年轻人 不少学生度过长周末假期后 正返回赛萨洛尼基 这宗被当地传媒形容为 希腊游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 85人受伤 希腊宣布全国哀岛三日 政府建筑物下半期致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到访的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 双方呼吁在乌克兰实行停火 并通过和谈达成乌克兰问题的政治解决 据美联社报道说 两国领导人的这一呼吁 基本上就是对中国上周五提出的 有关解决乌克兰问题 12点建议的肯定和支持 中方虽然在建议中提出 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但是却没有谈及如何处理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所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问题 也没有谈及和谈程序 将如何进行的细节 正因为这些原因 中方的和谈建议 遭到美国和西方的拒绝 乌克兰表示礼貌的观望 而连俄罗斯也坦言 目前谈论这一和谈计划 还为时尚早 会谈中卢卡申科表示 白方愿同中方就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加强协作 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地区安全稳定 在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 有关进一步发展两国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见证签署经贸 工农业 海关 科技 卫生 旅游 体育等领域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一下俄乌战事 乌克兰司令部已决定向巴赫木特增派部队 3月1日俄新社援引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玛利亚尔表示 乌克兰司令部已决定向巴赫木特增派部队 玛利亚尔在电视直播中表示 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亚历山大塞尔兹基 在访问巴赫木特期间决定向该市增派部队 据他介绍 巴赫木特局势复杂紧张 俄军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那里 试图完全控制顿涅兹克地区 玛利亚尔表示 巴赫木特地区有专业且数量众多的瓦格纳部队 但敌人的损失非常大 是乌军的很多倍 最近两天 俄罗斯西部好几座城市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 至少两座黑海储油槽起火爆炸 还有一架乌克兰国产无人机 坠毁在莫斯科近郊100公里处 在本周二 圣匹德堡也发现不明飞行物 导致方圆200公里领空一度禁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 罗德尼扬斯基2月28日表示 如果有必要乌克兰军队可能会从巴赫木特战略性撤退 他强调我们不会白白牺牲所有的人 那么讲到俄乌战士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最近泽连斯基的讲话引起部分美国民众的愤怒 一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话片段在社交媒体疯传 这引起部分美国民众的怒火 这个视频片段来自英国每日电讯报 是泽连斯基在2月24日的讲话 在片段中他说美国将不得不把他们的儿女送上战场 就像我们把儿女送上战场一样 他们将不得不战斗 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北约 他们将会牺牲 据悉这是俄乌冲突一周年当天 2月24日 泽连斯基在面对各国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做的表述 当时有记者询问泽连斯基 如果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战败的话 美国将会发生什么 发布会当天世界各媒体的焦点都聚焦于泽连斯基 及乌克兰民众的抗俄决心 他对中国提出的12点和平方案的回应 以及美西方继续军援乌克兰等议题 但令人印象不到的是 这段泽连斯基涉及美国人子女的表述 五天后在美国社交网络发酵 引发巨大舆论争议 该视频片段目前在推特 TikTok和Reddit等平台疯传 其中多条观看量超百万 对于泽连斯基的发言 以保守派为首的美国民众 媒体人和社交媒体的意见领袖 难掩愤怒 多则怒怼泽连斯基的推文 截至目前已分别获得数万人点赞 而另一名推特意见领袖 也毫不留情 直接用疯狂的暴君 Incent Tarrant 一词控诉泽连斯基 并指责他囚禁政治对手 领导纳粹营 除此之外 恶魔独裁者 小丑等词汇 也被美国网民用来形容泽连斯基 还有人恶搞了美国最著名的 I want you 征兵海报 以讽刺泽连斯基的发言 我想要你的子女为乌克兰而战 对于如果乌克兰战败 美国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 由美国网民给出了另一版本的回答 他说 如果乌克兰输了 我们花钱就少了 供应短圈问题也会缓和 并且北约所有的成员国都能安然无恙 事实上 尽管我希望乌克兰赢 但如果乌克兰输了的话 对北约来说 几乎都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 一名美国自媒体人 在个人推特发起了 是否愿意让子女 为乌克兰而战的投票 该投票仅发布11小时 便有近2.5万人参与 其中超过92%的人 选择了不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